Hello,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现在正是小米椒的丰收季 今天早是买了一些新鲜的小米椒回来 3元一斤 特别的便宜,还特别的新鲜 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这边小米椒已经卖到了40元一斤 那个价格真的是太吓人了 趁着现在便宜,买了一些回来储存起来 很多朋友保存小米椒的时候 都是直接放在冰箱里面 其实那样做是错误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储存小米椒的小技巧 放上衣帘都跟新鲜的是一样一样的 大家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保存的吧 首先我们在购买小米椒的时候 需要挑选这种摸起来它比较硬实的 颜色也是鲜艳有光泽的 这样的小米椒比较新鲜 如果用手捏着比较软,颜色比较暗的 说明小米椒就不那么新鲜了 那样的就不建议购买了 再看看小米椒的根地 颜色脆绿的就比较新鲜 如果是发黑发黏了 证明就不新鲜了 也不建议购买 像这些压伤了 根地都已经脱落了 还慢慢的变得腐烂了 像这样的小米椒一定要把它挑出来 这种小米椒是不宜保存的 接下来我们来把小米椒处理一下 用剪刀把小米椒的根地给它剪去 挨着这个小米椒的嗓帽这里剪掉 不需要全部剪完哦 这个嗓帽一定要给它留着 全部剪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容易保存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 点赞 关注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请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小米椒剪好后 全部把它放到大碗里 加入两勺食盐 再加入木货小米椒的清水 下手抓拌一下 把食盐抓至融化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搅匀后让它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后我们再抓洗一下 然后再把这些脏水换掉 再换清水多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后给它控水捞出 然后放到肉栏里面 给它晾干水分 如果没有时间的朋友 也可以用厨房纸巾 把表面的水分擦干 朋友们切记 这个辣椒洗干净后 表面的水分一定要把它晾干 然后再给它装到大碗里 淋入一点点食用油 再用勺子把辣椒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小米椒都均匀的裹上一层食用油 食用油可以很好地锁住小米椒的水分 颜色也能保持红亮 吃起来也更新鲜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张保鲜膜 把辣椒放在正中间 从一端把辣椒裹起来 裹的时候我们尽量裹得紧实一些 一边裹一边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辣椒都裹好 按照我们平常用的量 一次一包这样子 拿取也非常的方便 像这样我们就全部把它裹好了 然后再准备一个保鲜袋 把裹好的辣椒全部摆入保鲜袋中 再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挤出来 密封好 打上一个活结 要拿取的时候也特别的方便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放入冰箱的冷冻室保存 放上衣帘也跟新鲜的是一样的 要用多少就拿多少 特别的方便 如果大家有保存小米胶更好的方法 欢迎评论区分享哟 以上这个小米胶保存方法 您都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备用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家妈妈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